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繼續講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想我們先review一下 我們上節課 上到什麼程度 我們上節課已經說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基本的喔 是要解這個問題 就是我要minima W的內積 同時所有的點 都必須滿足這個條件 就是必須在虛線以外 然後support vector 要在虛線上 好那 我們上個禮拜 推導了非常久 我們得到了一個隊友問題 這隊友問題長成這個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個 這個隊友問題 跟上面這一個 它相較於我們的邏輯思回歸 那都還是 都還是比邏輯思回歸還要差的 一個分類器 因為第一個它只會做線性運算 線性分類 第二個是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在數學上是沒有辦法去 應對 沒有辦法完美分割的狀況 對吧 但是當然 就是上一節課我們隨便解的時候 好像 下面這個式子好像可以直接求解 不能完美限制分割的問題 好那我說我這節課會講 到底為什麼下面這個式子可以解 好那我們等一下會推導 那另外就是 我們上一節課最後在用套件的時候 是不是有個參數的cost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設了一個10的5次方 我說這個參數你不要管它 這個參數等一下我們就會交到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講這個cost 好那我們把今天要講的東西叫 軟邊界支持向量機 什麼叫軟邊界勒 就是我不強迫要求所有的點 都滿足 它必須被那條線分割 這樣的一個條件 好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 到底要怎麼樣把我們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推導到軟邊界去呢 好首先你要先知道 就是有時候某些點它是違反條件 是違反這一個 違反這個條件這樣可以吧 上面這個它沒有什麼條不條件的問題 那主要要違反條件的一定是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 把樣本分成兩個 一種叫就是 correct sample跟 incorrect sample 對於correct sample來講 這個 東西它還是得滿足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但對於incorrect sample來講 我們這邊給它一個 它違反的程度 這是它違反的程度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這什麼叫違反程度呢 舉例來說 你 本來 你本來就是乘上y以後 你這個數字本來可能有時候是1 你一定都大於1 大於等於1 那如果你是 假如說你算出來之後 你發現你算出來是-5 你算出來是-5 那這個數字就是5 -5就應該是1-5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6 這個代價就是6 那你希望 對於incorrect sample這個數字要小 對於correct sample來講 你希望滿足這個式子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把它換 我換個講法好了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我們把-欸?為什麼不能用 好沒關係 大家知道 我想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 反正 在虛線的 能夠被正確分類的 跟不能被正確分類的 它會分開了 好 那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同時要優化兩個目標 同時優化兩個目標 在數學上 是不可能兩個目標同時滿足的 我一定要把它寫成同個式子的時候 我一定要給它一個權重 也就是說 我現在把這兩式組合在一起 它就會變成我要最小化 這一個加上這一個 好那我就可以用個C 這個參數去 去平衡我的優化目標 到底我比較看左邊這一項 還是比較看右邊這一項 好這個可以接受嗎? 從上面到下面應該可以接受吧 我只是去增加這個C 就是我只是把這兩個式子合在一起而已 好那有一個 對於 subject to 這個y 這個wx加b 這樣一個東西 它是大於等於1 減掉這個 這個代價 這個東西代價 這樣可以齁 那對於所有的代價來講 代價一定是大於0的 如果對於correct sample來講 這個代價就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代價就是0 可是某些違反的點的話 這個代價數字就會大 這樣這個 這個式子我們就滿足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注意這件事情 這個代價它是一個未知數 它一樣是個未知數 我一樣要解它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 我現在其實 在我求解之前 我其實是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多少的喔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喔 好那 如果你 聽懂的話 我們就要知道 C這個數字 我當初為什麼要射很大 我當初射很大 就代表我不希望這一項 我不希望看這一項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希望它的優化目標 就要考慮這個 我希望 C射得很大 我就希望這裡幾乎是0 對不對 那C如果射成0呢 C如果射成0的話 它就可以隨意的違反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C是絕對不能射成0的 它可以射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射得很大 你就是告訴它 我不想付任何代價的意思 這樣可以喔 好那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這個式子看起來非常的複雜 可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轉換 我們上一節課 在求對我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這個東西做一個移項 這個東西做移項之後 是不是 你可以移成這個樣子 一一減掉這個代價 再減掉Y 它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一定是 這個東西一定是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一定是 小於0的對不對 可以接受 小於等於0 這個東西一定小於等於0 可以接受嗎 大家可以接受 這個東西一定小於等於0 然後它要乘上個α 這個α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Lagran乘數 對吧 那這Lagran乘數 一定是大於等於0的 所以這一項 這一項 一樣 我們跟上節課的結論一樣 當這個東西 它等於0的時候 α就會大 α就會大於0 那 這些就是Support Vector 當這個東西 小於0的時候 α就必然等於0 這樣可以 好 最後一件事情喔 還有一個參數 Beta 這個Beta也是一個Lagran乘數 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 把這個東西 這邊有個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留下來 為什麼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所有的Land 它是不是都要大於0 所有的這個 代價是不是都要大於等於0 代價不可能小於等於0 代價一定要大於等於0 所以 這個我要給它一個負數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它一定小於等於0 對不對 然後一樣 Beta也是一樣 Beta也是一個Lagran乘數 如果 Beta 大於 大於0的時候 它就是Support Vector 等於0 它就不是Support Vector 這樣可以 好 所以我把兩個式子合併 變成新的式子 你現在看它看起來很複雜 但實際上跟Support Vector 有做的事情沒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喔 好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Lagran乘數 那同樣的 我要 在 滿 先找出一組 最大的 這個 就是 先找出一組Lagran乘數 最大化這個東西 之後再找 滿足這三個東西最小的這個結果 然後 我可以把兩邊交換 這件事情我上節課講過了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只是式子變複雜了 我兩邊交換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比較好球 這樣可以齁 好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就假設大家都可以接受啦 那我們就繼續求解囉 好 那我們繼續求解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 這個式子它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把 這個Alpha先沉進去 因為Alpha Alpha比較多項 這樣等一下我要微分的時候會比較好微 那一樣Beta我們也沉進去 好 接著 我如果對 因為我有三個位之數嘛 對不對 我如果對B求微分的話 我們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是不是 負的AlphaYSigma等於0 可以接受嗎 因為B只有在這裡有一項係數對不對 剩下的地方都沒有B 可以接受嗎 接下來如果我們對W求微分的話 我們得到的答案 其實跟上次一模一樣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可以齁 再來 我們如果對這個代價求微分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什麼結果咧 C 這裡有個代價嘛對不對 C 減掉Alpha 減掉Alpha 減掉Alpha在哪裡啊 為什麼找不到 減掉Alpha 減Beta我們可以理解嘛對不對 減Alpha咧 Alpha跑到哪裡去了 在這裡 看到了 這個 眼睛灰掉了 這個 所以 C減掉Alpha 減掉Beta 這個可以吧 那這樣 我們如果 所以這三個關係式 是必然要成立的關係式 這樣可以接受 這三個關係式 必然要成立的 好 那 你看前面這兩個關係式 是不是跟我們上一節課 得到的關係式 是完全一樣的 可以接受吧 就是 Alpha 這個Alpha Y的Sigma 等於0 那這個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拿來當條件了 對不對 可以接受 還有一個什麼條件呢 這個是等一下 我們可以拿來算權重 對不對 可以接受 那這個 這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很重要喔 這個條件 你把這個式換下來之後 你就發現 原來其實我只要求Alpha 我不用求Beta 因為Beta 就等於C減掉Alpha C是我前面先設的數字 那Cost 是我要先預先設好的 對不對 所以原來 如果 如果 如果你的 你求完 就是你Alpha 求出來以後 Alpha不是會決定 誰是Support Vector嗎 對不對 Beta跟Alpha 欸 他的關係式其實是固定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所以 第三項這個重點喔 因為第三項 所以說 我可以把 本來有兩個Lagrand的乘數 變成一項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 假設到這邊 大家都來聽得懂 那我們現在往下囉 欸往下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整理一下我們的式子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整理一下我們的式子 我們可以把Beta 換掉 對不對 可以把Beta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這個 整理一下 這一路下來 我們只是把它展開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吧 把它展開 然後 把它展開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這個東西被我換掉了 對不對 我把它換掉了 這個東西是 我來看一下 C 我先把 我先把 有這個東西的 有這個東西的把它提出來 然後變成這一項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這個代價了 跟代價有關的 這三項 把它合併變成這一項 可以嗎 然後接著 把這一項留著 這一項放下來留著 這一項 把W提出來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一項 這一項是最後這一個嘛 把B提出來 為什麼我要把 B跟W提出來呢 因為這樣 這個是常數 這樣比較方便 等一下比較方便嘛 接著 因為這一項等於0 這邊我有說嗎 我們剛剛推導出來的 對吧 這一項是0 所以我這一項可以直接捨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 我得到了一個新的式子 那因為 這個東西也是0 所以這一項也可以丟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我前面推導出來的嘛 那因為 W等於 這個東西 W等於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直接換成W 可以接受吧 所以 一路兩個W 合併了以後 變-1個W內積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這個 你發現了什麼 這個式子 你注意喔 這個式子跟 我們前面的 這個式子 是不是完全一樣 你們有發現完全一樣了嗎 注意喔 這是我們上節課推導之後的結果喔 這是我們剛剛用軟邊界的支持相機 得到的最終結果 完全一樣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我們能夠直接用那個式子去解 原來他們兩個是一樣的 他們求出來的答案是一樣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一個很驚訝的發現 這個是剛好一樣 這個不是 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剛好我們解下來之後 他們兩個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這邊 還有一個 接著我們要 因為我們想求的是最小值嘛 那我們可以把正負號換一下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跟原來的式子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條件的部分 我們本來的條件啊 只有規定 這個條件對不對 就是 這個東西 它必須要 那個 alpha y的sigma 它必須要等於0 就是 這個條件 加上 alpha要大於等於0對不對 這是我們本來的條件 alpha要大於0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條件 因為 beta等於 c-alpha 那因為beta一定要大於0喔 beta一定要大於等於0 這個是 可以了解的吧 beta一定要大於等於0 所以我們條件改成 c 大於等於alpha 因為如果c等於alpha的時候 beta就是0嘛對不對 alpha不可以超過 c喔 alpha如果超過c beta就會變複數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的條件有一點點修改 其實也就加這一項條件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是我們新的式子 alpha多了一個限制 那本來alpha是沒有限制的 alpha的大小是沒有限制的 現在alpha有了大小的限制 所以如果你現在回頭看這個式子 我們現在前面的推導過程 我們全部跳過 我們只看最後的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 軟邊界的支持相像機 當你的c射的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你c射的非常非常大 alpha是不是相當於沒有上限 這樣懂我意思吧 alpha相當於沒有上限 是不是就相當於是本來的那個 硬邊界的支持相像機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那alpha如果 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那alpha上限是不是很低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個時候 他軟邊界的支持相像機 跟硬邊界的就會差很多 接著還有一個限制 c是不是不可能小於0 不過c不可能小於0 前面我們早就知道了 對不對 這個c如果小於0的話 這個式子不會成立的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啊我們現在 這個 現在啊這個 軟邊界的支持相像機 跟硬邊界的支持相像機 他們本質上是一樣的喔 這件事情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那我們現在來做 二次規劃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求解二次規劃 我們來看看要怎麼去湊這些 玩具 這些元素 好其實上半部是不用改的 因為上半部是完全一樣的 對不對 上半部硬邊界跟軟邊界 是完全一樣的 在這裡 所以只有下半部不一樣 下半部要怎麼改呢 看著喔 我可以把 這邊總共有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是c大於alpha 第三個條件是alpha大於0 所以我總共 這個是一個條件嘛 對不對 那alpha有幾個 alpha有 你有幾個 一個sample你就有幾個alpha 對不對 假如說 你的點 如果你在圖上面的點 是四個點 那你就有四個alpha 對不對 如果你sample一百個 你就一百個alpha 這樣可以吧 所以 你的條件數目是 兩倍的n 再乘加1 2n加1 這個條件數 那因為我們的範例是 我們的範例是 我們的範例是 四個sample 所以我們的 a 矩陣有九項 哪九項呢 你看的 a跟b乘起來 a跟b乘在一起的話 y y乘上 y1 alpha1 y2 alpha2 這樣第一項 是不是就是 這個條件 它必須 等於0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下來第二項是什麼勒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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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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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吧 我只是加個正負號而已 -α1 要大於等於-c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α1大於等於-c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 把我的第二個條件 也把它藏到我們的柿子裡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試一下 我們的新語法啦 注意你要多一個cost 這個cost 在這裡 我現在設的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求解 好大家看一下 Data進來了以後 x1x2y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我要設一個cost 然後我的sample跟我的small value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D matrix D matrix 欸這搞什麼鬼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D matrix長什麼樣子喔 我們D matrix等於 我這樣子不好看啊 我們D matrix 就是跟上捷克一樣 Y內積 Y跟Y內積以後 X跟X內積以後 兩個在按人數相乘 然後接著 我們的A matrix呢 就是按照我們剛剛的設計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A matrix的長度喔 10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 這個 我們來做我們的這個 我們來把它求解解完好了 然後來給大家看 好你看它是不是畫出這條線了 這個時候我們先 我們先把它的這個 我們先把它的 alpha來看一下 它 alpha大小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 alpha很多都剛好是1 對吧 為什麼剛好是1 因為我的cost result是1 我限制了它的 我限制了它的大小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很多甚至 裡面還會有一些很小很小的複數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 這個都是可以當做是0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好這邊 你是不是有看到有一些是 0.9幾的 0.9幾的 這個就是有一些很靠近的點 它沒有在虛線上 但是它還是可以被正確分類的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的代價很小 那我現在把cost故意射得很小喔 1 -10次方 大家再來看一次 -10沒有solution 那我們來 -6 -5 -5 -5也沒有solution 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是 你們大家看這條線喔 這個是cost射1的 這是cost射10的-3次方的 你們注意到線是不是不太一樣了 我們來2 2的看不太出來 1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它有一些變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10 10 10也不行 10也不行 10太大了 5看一下 3可以嗎 不行最多就1了 好 我在這邊 我demo cost 然後你看到那個邊界有差異 我想要告訴你的是 因為cost 我這邊 其實我下面有寫是不是 好 這個 這個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邊界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cost如果很小很小的時候 cost如果很小很小的時候 是不是 違反 違反規則是幾乎不用付代價的 你看前面這個C 前面這個C在幹嘛 你這個C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就是代價 cost很小的時候代價是不是可以很大很大 懂我意思吧 那所以它是不是就會分得很爛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 如果你一開始亂分 你這樣分 它分的就會不好 它分的最好的可能就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cost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數喔 數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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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就越不注重它分的好 你可以把這個cost這個參數啊 把它想成正則化的那個參數 浪達 正則化參數是在規定什麼東西 數字如果越大 就代表他必須要求他每一次離零 越接近對不對 還記得那個玩意嗎 那cost也是一樣 那它就是它就會分的比較爛 那以這個 以這個support vehicle machine的話 cost是越小就會分的越爛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你了解了以後 這個C數字越小修正越大 浪達是相反過來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實驗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們今天在這一節 這個小節軟邊界支持相當器 跟大家所demo的 重點其實是前面你要知道這個推導啊 跟中間的過程很複雜 但結果居然跟前面的完全一樣 所以你只要知道這件事情就好 所以軟邊界支持相當器 這個我們把它弄成對有問題之後 其實這個軟邊界支持相當器啊 其實等於不是什麼新東西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們多了一個條件 C 那這個C 我可以去控制它的大小 好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什麼實驗呢 你現在已經知道 這邊有Cost 你需要這邊有Cost 你需要去調整它的大小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請你們做個實驗 請你們用Rate跟Edge去預測LVD 用Edge跟 Rate跟Edge預測LVD 那你們要預測的時候啊 注意件事情啊 你們可以拿來在Radation dataset裡面做預測 然後你們看看Cost多少的時候 這Performance會最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LVD你可以用這個ROC Curve去畫 好那我們就給大家 給大家做一下實驗好不好 好那 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一題 這題其實只是一個單純的就是 讓你熟悉語法而已啦 這個回家再練習也不會怎麼樣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就是要 把我的Result 我的Result 我的Result就是我的這個 我現在就是 10的-3次方到10的一次方嘛 就到10嘛 我去測試一下 不同的Cost 它Vladation的AUC 各是多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應該會發現 它的Performance幾乎是一樣的啦 你看 幾乎沒有差別對不對 有一點點差別 但幾乎沒有差別 原因很簡單啊 因為畢竟它就是一個線性分類器 你就是只能畫一條線 它Performance差異會非常小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 但是我們根據這樣 我們可能會選到就是這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它這樣子 好 那這個這邊我們就 這邊我們就 就是不貼了 反正貼了 有沒有貼其實都一樣 好我現在要講 今天我終於要講到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最厲害的一個地方了 就是 還記不記得 我在上捷克剛開始的時候 我說 它可以把低微空間投影到高微 然後做這個 這個就是在做分割 好 低微投影到高微的本質 本質上就是做特徵工程 這個大家同意嗎 什麼叫低微投影到高微 主要說你產生下一個維度 這個維度是 本來是x1跟x2 產生第三個維度是x1x2 產生第四個維度是x1的平方 第五個維度是x2的平方 所以 從低微轉換到高微 它的本質上 其實是一個特徵工程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 我們如果要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做特徵工程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來 看一下我們應該怎麼做 就是 我們先看下面這個好了 我們先看下面這個 我想要講的事情 就是 這件事情 大家先仔細看一下 這個數學士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的這個 低矩陣 是我們的 sample 剩下的東西都不是我們的 剩下的東西都不是我們的 sample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低矩陣是我們的 sample 這個低矩陣 它的這個 alpha 我們要求的維度 是跟我們的 sample 有關 跟我們的 number of sample 有關 我們有幾個 x1 和幾個 我們的 x 有幾個 variable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有聽懂我意思嗎 如果今天 我自動產生 x1 x2 x3 x4 那我求出來的低矩陣的形狀還是固定的 好我現在來 如果這樣講還有點抽象的話 我來給大家 做一個實驗好了 好舉例來說 這是我們剛剛的求解的式子對吧 這個 這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 把這個 x 矩陣 用 x1 x2 x3 好你看現在我們的 exit 它的維度是不是變多了 就是 好它是不是變100 x5 它本來是100 x2的 對吧 可是啊 這個100 x5 你這樣乘上來之後 它的低 matrix 還是100 x100 你這邊再多幾個 我覺得再多一個什麼 比如說 x1 x上 log x2 你這樣子的d matrix 它還是100 x100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想表達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東西 它有幾個 variable 這件事情是不是不重要 有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要求的是 每一個 sample 的 alpha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沒有要求 每一個系數 每一個 就是我們本來如果要求一個東西的話 我們不是都喜歡寫成 只要 y 等於 a 加 x 加 b 加 x1 加 b x2 加 c 類似這樣子 然後求 abc 嗎 你現在發現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 alpha 所以說其實啊 我 其實並不關心我的系數是多少 那個是在運算的時候才要用的 要推理的時候才要用的 但至少就現在 我的 d matrix 的大小 其實是 independent of 這個就是 the number of columns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在做特徵工程的時候 其實在做什麼事 我們就是希望它多增加幾個 columns 對不對 我們希望 我現在做的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手動的特徵工程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我是在做手動的特徵工程 可是啊 可是這個 實際上 就是 我擴增的維度 但是我的運算過程其實是不受影響 這個數字會改變 這個 d 因為我有做特徵工程 主要說我有做特徵工程 這個 x 這個 x 現在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的 d matrix 的數字會改變 可是 我的 形狀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我要強調這一點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 sample 數目用小一點 這樣大家比較容易看清楚 這邊有一個 x matrix x matrix長這樣 z matrix長這樣 z matrix就是 x matrix 本來是 x1 x2 現在變成 x1 x2 x1 x2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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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matrix是不是就是 解答案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注意件事情 我們先把我們的 我們如果要 得到我們剛剛那個D matrix D matrix是不是Y Y的內積再乘上 X的內積對吧 那我現在用Z做內積 所以這個D matrix是什麼 是特徵工程 處理之後的 D matrix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D matrix1 是特徵工程處理之後的 這個處理之後的 這個結果 好那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結果 另外一個結果 你們看我在做什麼事情 我先把X matrix 我先把X matrix做內積 內積完了之後 我是會產生一個X矩陣 這個X dot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多少不重要 但你注意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做了X dot 加上X dot 的平方 X dot 加上X dot的平方 然後我把這樣的結果 我把這個結果 再乘以Y的內積 結果我們發現 我們得到D matrix2 它是不是跟D matrix1 完全一樣 好所以聰明的你應該發現了一件事情 所以 我先內積 再做 特徵工程 我把這個東西叫特徵工程 可以嗎 它是完全等於先特徵工程 再內積 完全等於解出來解會完全一樣 可以接受嗎 你們應該可以接受吧 我這邊在DEMO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把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換成隊友問題 然後求拉格朗斯乘數解 原來我是想要這個效果 先內積 再特徵工程 和先特徵工程 再內積 答案一樣 那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 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一定要先特徵工程 再內積的話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出 無限多項的特徵工程 不可能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如果我們先內積 再特徵工程 我們那個特徵工程 我們那個特徵工程 就有機會 對應回去一個 擁有無限多項特徵工程的 Z矩陣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現在這邊做什麼操作 我這邊做什麼操作 決定了 我是對應到的某一個 特殊的特徵工程方式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這裡 也可以改成三次方 我可以改成三次方 但結果就會不一樣 這個結果就會不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三次方 他也會對應回某一個 某一個這個Z矩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方便的東西 也就是 先內積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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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 我把它叫核函數 核函數 這個核函數 在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是kernal 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kernal function是連接 連接這個 連接這個就是線性support vector machine 跟非線性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是做這個 往高維投影的這個重點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我現在所要做實驗 他是 他可以被一個原分割的 非常清楚對吧 這是一個 可以被原分割的 非常好的一個sample 那我故意就要用這個sample 來做實驗 如果你可以用原分割 他一定是用二次式就可以解了 對不對 但是一次式是沒有辦法完美分割的 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齁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以這個sample來講 我們要做什麼 好那我們現在 我先 維度擴增在內積 和先內積在維度擴增 他答案會完全一樣喔 好這個x矩正 這個x矩正 就是我剛剛的那個 x1x2嘛對不對 這個z矩正 這個z矩正他的 第一項就是x1平方 第二項就是x1乘x2 第三項是x2乘x1 第四項是x2乘x1 第四項是x2平方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先 就是z 我們的z就先內積嘛對不對 這是我們要的答案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sample 如果我們用 如果我們用這個就是 先 先做這個就是這樣的特徵工程 他一定可以完美分割 因為這個sample是我設計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先把z矩正 把它 求出來 z矩正的內積 求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D matrix 對不對 這是我的D matrix 好 接著 我可以一路這樣求下去 我可以得到我的 一路求下去之後 我可以得到我的α 這是我的所有sample的α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如果把它Round一下 就可以看到大部分是1 剩下是0 這樣可以 然後有少數 它是在虛線跟虛線之間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 如果先內積再維度擴增 這個答案會一模一樣 這個你們應該是完全同意的吧 因為D matrix是一樣的 同一個D matrix 上面是直接用特徵工程後的data 去做內積 然後得到的結果 下面是先做內積 再用核函數據去進行處理 得到的結果 兩個答案一模一樣 是正常的 傳統方法跟新方法一模一樣 是正常的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來看 那 畫圖就比較麻煩了 畫圖我們一定要用Z 畫圖因為我們要畫的是一個方程式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要有這個 他一定要有Z 他一定要用Z去畫 我們來看一下哦 好 這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們現在如果用Z去畫 用這些 拉杠人的乘數去畫Z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W0 W1 W2 以此類推這樣下去的所有係數 可以接受吧 這個 我們現在是用Z哦 所以我們是做傳統的事情 我們還沒有用到核函數哦 我們現在用的是 這個方法得到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Find Coefficient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沒有做什麼特別的操作啊 一樣 W就是 那些支持向量的這個Alpha乘於A Alpha乘於Y乘於Z 這樣可以吧 然後B呢 B就是這個 Y減掉Z 乘上W 就X乘於W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神奇的事情哦 你現在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 這個 我如果是用傳統方法的話 我求出來的係數要幾個 是不是要有 他的總共有6個Variable對吧 本來有2個Variable 我特徵工程出4個 加上擷具 所以我總共要有7個Variable 7個係數對不對 可是 新的方法我沒有做維度擴增啊 我沒有做特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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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出來的係數是幾個啊 看起來應該是2加1對不對 可是這樣就不對啦 如果我求出來是2加1的話 那是不是就變成我本來的 我本來的那個 線性分割式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裡到這裡的問題關鍵是什麼 我在這裡我可以解出一個coefficient 對吧 可是在這裡 這個過程看起來是不是怪怪的 大家聽得懂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啊 這個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哦 就是大家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 要去計算 預測新的data 就是 你丟一個新的data進去 然後你要他預測的時候 你還是得先特徵工程的話 那這樣子你就失去了 用核函數的意義了 這樣懂我意思 你就先做特徵工程就好啦 你幹嘛還要核函數咧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找一個方法 讓我們求解的過程 不要再用 不要再用這些 不要再先求出這些係數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求出這些係數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把方程式寫成 y等於 w0 加上w1 x1 加上w2 x2 加上w11 乘以x1 乘以x1 加上w12 乘以x1 乘以x2 以此類推下去 可是這不是我們要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來看哦 我們仔細看 我們可以把 注意我們要求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這是我們本來的方程式哦 這是我們本來的方程式 這一個 以及 這個是我們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這是我們本來的方程式 然後 你注意件事情 我們可以把 x跟y 換成矩陣的形式 換成這個樣子 這個沒有問題吧 因為我的低矩陣 其實就是這樣產生的 好那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們本來求解的時候是 w等於 alpha y 乘以x 但是注意哦 alpha等於0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會加起來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哦 所以 for all support vector 就是alpha大而0的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把 我只要alpha大而0的 我才可以alpha乘以y 按元素相乘之後 然後再 跟 x做內機 得到他的 w 可以接受嗎 好那對 b來講呢 b的話 我就必須找出 alpha小於c的哦 必須找出 alpha小於c的 才有辦法做出這個 結果哦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他是 for all alpha小於c的 我才能 去做運算嘛 對不對 所以alpha小於c 這樣的一個條件 它會產生一個矩陣 就是0跟1的組合 0跟1的組合 去乘以 y減掉 y減掉 y減掉w x嘛 對不對 可是w是不是這個東西 這是w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是w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 x x乘上w x乘上w這件事情 改成x乘上 w的圓形 改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我只是把這個 x 本來是wx 我只是把w 換成這一串 這樣可以 好 注意哦 那你現在的w跟b 現在已經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w跟b了 對不對 那我本來要求一個新的sample 我是不是要先w 先求出w 再知道 再用h去跟w相乘 然後再加b 得到新的結果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把 這個結果 wh加b 這個結果 把w 換成這一大串 可以吧 可以接受 那接著b 是不是可以換這一大串 b可以改成這一大串嗎 所以神奇的事情出來了 你仔細看哦 我現在 經過一系列的轉換以後 其實我只是把 w跟b把它取代掉而已 w跟b是不是被我消掉了 所以我現在要算新的sample 我已經不用先算出w跟b了 我可以直接用這個式子去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重點來了哦 我們剛剛說 我們如果在這裡 要進行一些 要求解 要求 alpha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對x x跟x內積 做和函數的操作 然後他就會對應到某一個h 某一個z矩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現在 求解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 這個 我是對這邊做內積嘛 對不對 那我是x矩陣內積之後的結果 所以我現在的和函數 是不是可以用到所有 跟這個有關的東西上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看著哦 我現在要寫新式子囉 來注意 所以這個是我們給他新的符號 這個就是kerno function 這就是我的kerno function哦 我現在求解的方式 變成了先內積 然後再經過kerno function 然後再求解 所以for new sample 我也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不是 這個h就是新的x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x跟x的內積 x跟x內積 所有跟x的內積的部分 我都可以經過和函數的處理 所以變成了 hx內積完了之後 先做和函數轉換 然後再運算 x跟x內積完之後 先做和函數運算 再進行轉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是我們的final final的 預測試 你如果仔細看這個預測試的話 你發現了什麼 我們現在不求出 我沒有先求出w跟b 我先把新的sample 跟舊的sample 先做內積 內積 內積完了以後 先轉換 那這是舊的sample 跟舊的sample內積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後面這項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新的sample 沒有出現在最後這項 對不對 但新的sample 如果要運算 要做出預測值的話 應該要先跟舊的sample內積 內積 內積完了以後 矩正相乘 乘完了以後 經過核函數的處理 然後再乘上 Lagrand 那個Lagrand的乘數 和y的結果 和舊的y的結果 那最後就會產生新的結果 所以 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Lagrand的乘數 只有在Support Vector 為正的時候 Support Vector為正數的時候 Support Vector一定是Lagrand為正 Lagrand乘數為正 Alpha大於0的時候 這個就是Support Vector 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樣相乘 相乘起來來講 其實只有Support Vector 乘過去會是非0的數值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H相當於是在跟Support Vector 先做內積 然後求出一個解之後 再得到最後的答案 所以這個式子非常有趣 這個數學上的理解是 我以往要先求出係數 現在我不求出係數了 我去看 新的Sample 跟Support Vector的關聯性 得到這個關聯性了以後 我再來預測 他的結果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完整的語法可以寫下來 完整的語法在這裡 我的Y heart 就等於這個Kernel Function 這個Kernel Function 我現在假設我的Kernel Function 就是X矩陣加上X矩陣的平方 這是我剛剛用那個Kernel Function 對不對 我的Kernel Function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要計算X矩陣的時候 我是不是X矩陣 內積完了之後直接進Kernel Function 然後求出答案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 For New Sample 接著我要求出Support Vector Support Vector 求出來了以後 我來看一下 如果我有一個新Sample的話 新的Sample H 需要先跟Support Vector內積 內積 內積完了之後一起丟進Kernel Function 然後再乘上Support Vector的Alpha 再乘上Support Vector的Y 前面這裡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 再加上 加上後面的結局項 後面的結局項也是要先Support Vector 兩個X 兩個X先內積完了之後再過Kernel Function 然後最後得到答案 好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注意一下 我們用這種方式 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用這種方式 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個New H 算出來的結果 是5.46 15.66 那我們如果用 我們如果先把H矩陣 先把H矩陣 把它自己做資料擴增 也就是這個X1平方嘛 對不對 然後這是X1乘X2 X2乘X1 X2乘X1 X2平方 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個 H這個矩陣 這個是前面兩個點的資料擴增之後的結果 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 我們把這個矩陣 去乘上這個Coefficient 這個Coefficient 就是我們剛剛求出來 W0到W22的解 對不對 把它內積完了之後加結果 得到答案這兩個數字是一模一樣 他們差距一點點 但是還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 我們如果我們可以用新的方法來求解的話 我們其實根本不需要求出W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件事很重要哦 所以現在這一套流程 先求出α 然後再求出新的sample的結果 這就是完整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聽懂嗎 我們以往要算新的預測值的時候 都是先用 都是先計算出係數 現在不用賺出係數了 現在我變成看 新的sample跟舊的support vector的關聯性 得到答案 好 那我們來做個小實驗好不好 剛剛我們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用套件的時候 這裡都是用 linear對不對 kernal function都是linear linear的意思就是不改 現在我們改成 polynomial polynomial 得到的 這個 後面這個cost 跟gamma coefficient 0 跟degree2 注意這個degree2 就是幾次方的意思 degree2 就是二次方 因為我們的這個sample 是用2次4 可以完美分割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這樣子 可以得到一組 一組答案 好 你看他 割出來的邊界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可以用同樣的數據去運算 好這是newh 然後你得到的預測值是不是5.4跟15.98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現在要做什麼勒 你現在希望你可以用newh 然後 透過前面的這個方程式 把5點多跟15點多求出來 那你要怎麼求勒 注意喔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裡面 他一定有 這個 sv 這就是他的support vector 對吧 然後上節課我們是不是有教 他的alpha在哪裡 他coefficient的alpha 他的alpha在哪裡勒 他的alpha在哪裡勒 Raw是他的結局 Raw是他的結局 負的結局 負的結局 alpha在哪呢 alpha是多少 有點忘了 偷偷看一下後面好了 alpha 欸coe 我剛剛沒有看到啊 哪有什麼 喔喔這裡這裡這裡 這就是alpha 這個alpha就是拉格朗的乘數 乘上y 乘上y 注意喔 這個alpha是 alpha是這一組 alpha是這個東西喔 alpha 這個他求出來的東西 是alpha乘以y alpha乘以y alpha乘以y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一個 加上 support vector 得到這個結果 再減掉 結局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這邊不給大家試了 好不好因為 課上不太晚 看著喔 我得到了alpha乘以y的結果 就是透過剛剛的那個方程式得到的 然後我得到我的support vector了 我也得到我的b了 接著 我要看一下我的kernel function 其實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我的x要先乘上gamma 然後再加上 加上這個 就是加上一個coefficient0 然後再 degrees degrees 就是幾次方的意思 這個方程式 是你選擇polynomial的時候 他的kernel function 就是長成我剛剛講那個樣子 這裡有寫啊 就是如果你是選polynomial的話 你的 你的運算方式 你的kernel function 其實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比我剛剛那個複雜一點 就是這裡有好幾個kernel function可以選 這樣有聽懂我意思嗎 那 他的方程式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 你實際上這些東西算出來了以後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 這個 你這個東西你先不用管他 這個是 我們求出來的b 跟他給的b是一樣的 就是 我現在在這一串 這一串是在重複我前面這個過程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買b 買b跟他 跟他自己給的b 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我前面的推導是正確的 好那如果新的sample進來要怎麼辦呢 新的sample先跟support vector先內積 內積完了之後進kernel function 進kernel function完了之後 在乘上 alpha乘以y 然後最後再加b 就等於最後的結果 好 最後的結果 好 這個跟前面我們算出來的這個結果 是不是一模一樣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來做一件事情哦 就是這個東西齁 我建議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學會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當然可以用套件去做 可是你可以試著 你不需要學習如何求解 但你可以試著重新進行這個預測 你只要重新進行這個預測 是成功的 你真的寫得出這個式子 你寫得出這個式子 那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這邊 我來給 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了那麼多 這個是 可以加分的問題哦 大家看一下哦 我剛剛 在這裡 degree的2的時候 我run 是不是可以完美分割 Degree等於3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不能完美分割 degree等於4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完美分割 好問題 為什麼3不行 有沒有人要講的 我們再給大家一些提示 如果這邊5 5也是不行哦 1呢 1也是不行 1就一次是了 6 6又可以囉 有沒有人要講的 為什麼 來來來彥均 你把現象講出來 但為什麼偶數可以 蛤 平分 平方嗎 你想說是平方嗎 還是 是 好沒關係啦 你加1分啊 有沒有人要講的 來來你要講嗎 正負號的問題 你們現在是不是發現 偶數跟奇數的規律以後 然後試著從偶數 偶數跟奇數有什麼差異 不能這樣 你加1分 你還沒人要講的 來 有沒有人要講的 這個問題 如果你剛剛我講的那些東西 你有了解的話 你應該可以講得出來的 趕快一個加3分的答案在哪裡 有沒有人要講的 答案都講不出來嗎 後面的同學 你是不是想講 喔 現在分成不可能 但繼續再分成不可能 好像 好像不是那麼的 好像不是那麼的 對阿 好不好 這個 好啦加1分啊 還有人要講嗎 有關 你要講出加3分的答案了嗎 來 你怎樣看 他是 你再想一下 你再想一下 好你已經加1分了 他有沒有人要講的 我給大家提示 他剛剛講很對喔 跟特徵工程有關 因為你現在知道 Kernal Function 其實對應的某一個特徵工程 對不對 那在這個數字 Degree 這個Degree等於2 Degree等於2 Degree等於2 Degree在這裡對不對 Degree等於2的特徵工程是什麼 Degree等於3的特徵工程是什麼 來 來你講你講你講 我覺得你可以加3分了 快點講吧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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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阿 好啦沒關係加1分 他有沒有人要講的 好 那我要公佈答案阿 我給大家思考啦 但是大家 可能前面沒有完全聽懂阿 這是我的不對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 Kernal Function 是 一定可以對應到 之前的一個特徵工程嘛 對不對 那特徵工程的意義是要做什麼 特徵工程的意義是 我現在不知道 X跟Y的關聯性是什麼 如果我知道 我知道 他是一個圓可以分割開 因為這是我產生的嘛 因為 這些數據 之所以可以被圓分割開 這是我產生的 被圓分割開 就是一個二次式可以分割開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已知的事實喔 因為 這一個Sample 這一個Sample 可以用圓分割開 所以 這個Sample 如果我 所執行的正確的特徵工程 也就是 平方 那 他就可以被 完美分割 那 Degree 等於 2 所對應到的特徵工程 就是平方 Degree等於4 所對應到的特徵工程 包含了平方 聽懂我意思嗎 依實類推 Degree等於6 Degree等於8 他的範圍都超過了平方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而Degree等於 激素的時候 他沒有做 他沒有平方的效果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現在你的知識體系是沒有被破壞的 雖然我已經教了Cernal Function 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們要用X對Y做很好的預測 我一定要找到合適的特徵工程的方法 如果生物學可以像物理學一樣 非常清楚 X跟Y的關聯性是什麼的話 那我就可以做出正確的特徵工程 對不對 做出正確的特徵工程 我就可以 得到 準確的預測 所以 隨便亂嘗試 就是 Cernal Function 的參數 這件事情 如果在 你已經知道 X跟Y是什麼關聯性的狀況之下 他其實是不好的 當然有時候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整個亂事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了 好可以接受 我們現在就知道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 Cernal Function可以連接 特徵工程 與 這個 就是 與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關聯性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合適的Cernal Function 我們就可以 找出一個 我們就可以寫一個 Cernal Function 他所對應到的特徵工程 是 無限多項的特徵工程 我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這個 Polynomial Kernel 他的這個 Cernal Function 對應到的是 2x4 3x4 4x4 對不對 一次4就是線性了 對應到2x3x4x4 依此類推 如果我可以找到 Cernal Function 他所對應到的特徵工程的效果 是無限多項的 那他是不是 我是不是相當於 做了無限多維的特徵工程 相當於 我把一個Sample 從低維空間 從低維空間 打到無限多維的空間裡面去 在無限多維的空間裡面做線性分割 相當於在低維空間做 非線性分割 聽得懂嗎 好 你了解了這件事情以後 我們來看 有一個Cernal Function 叫 Radio Basis Cernal Function 或者有些人稱他為Gauchin Cernal Function 這個Cernal Function長成什麼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他長得非常特別 就是本來我們的Cernal Function 是X 是X 跟X先內積之後再做一些什麼事情 對不對 他把這個過程改了 他直接把成X減掉X'了 好那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Cernal Function裡面有一個神奇的 有一個東西叫Exponential Exponential是不是 就是這個自然數1 注意哦 自然數1 是不是一個無窮級數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當你的Cernal Function裡面 放入了自然數1 你就相當於 你就相當於 使用了一個無限多項的特徵工程 只是 這個1的後面遞減的有點快 對不對 這一項是1嘛對不對 這一項也是1嘛 這項是1分之1對不對 這項是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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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面遞減的很快 就是他數字會變得非常非常小 可是 他就是一個無窮級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說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所以說 如果你的Gamma射的很小很小的時候 那後面幾項的衰減速度就會非常快 假設 你這種1分之1的大小是不值一提的 那你如果Gamma射為1的時候 Gamma射1的時候 這一項以後是不是就可以捨去了 那如果Gamma射100 這一項是不是就還很重要 那你可能要到第四項第五項才會結束 才會開始變得不重要 那你Gamma射10000 那你是不是又可以多好幾項 所以我是不是很方便的 變成用Gamma來控制 他到底要打到幾圍的空間 Gamma如果射的超級大 那就真的是無限多圍了對不對 Gamma射的很小 那我相當於就是一個低圍空間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如果你真的在無限多圍的空間中 進行線性分割 那會有什麼下場呢 在Gamma射的很小 在低圍空間做分類相當於是線性的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真的把Sample打到無限多圍的空間中 進行分割 會發生什麼事 讓我們來看一個實驗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打到高圍空間 相當於在低圍空間 畫很複雜的曲線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 你現在有一個紅點跟藍點這個Sample 你覺得黑線跟綠線哪一個比較好 你可能會覺得黑線比較好 為什麼 雖然他有錯誤 雖然他有錯誤 但他比較不容易overfitting對不對 這個我們前幾節課就已經教過了 所以support vector machine 如果你的Gamma 你用了 Ratial Based Sys Kernal Function 然後你的Gamma射的超大 相當於 你要讓Data盡量fitting 他人來training data的pattern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假設 你的Gamma射的很小 就是你在 控制他的過度擬核 的這個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跟 多層感知機中的隱藏神經元意思一樣 你東西越多 他的分割下 曲線就可以畫的越複雜 但是 這個代價就是 你越容易overfitting 好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喔 一樣還是我們剛剛那個Sample 這是我們剛剛那個Sample對不對 然後這裡 把Gamma射成10的三次方 所以是1000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改成Radio 好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這邊COST我射成10的五次方 所以我不希望他 我不希望他那個就是 我不希望他付出任何代價 去分類錯誤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這是 你看到結果你發現了什麼 在這個Positive Sample 在Negative Sample附近的點 在Negative Sample附近的點 是不是 都被認為是Negative 剩下的呢 剩下的空間通通都是Positive 大家注意一下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代表的是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把低微空間打到太高微空間去的話 他在高微空間可能分很開 可是 他找到了一條線性平面 他在高微空間找到一條分割面 投影到低微的時候 他可能就只有在那個點的附近而已 而這些點 都是他的Support Vector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Support Vector Machine是怎麼去決定 新的Sample到底是要Positive還是Negative的 去看這個Sample跟Support Vector的觀點性對不對 所以當你打到太高微的空間的時候 新的Sample進來 要剛好在Support Vector旁邊的機率是不是就很低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投影到低微的空間的話 就是你新的Sample進來 很難在高微空間裡面離那些Negative Sample非常近 除非你就在他旁邊 你只要離他有一點點遠 你就被那個分割邊界給排除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想要做分類任務 你絕對不會想要分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可以接受 所以Gamma可以射得很大嗎 也不太建議喔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超參數 要調整的喔 這裡有所有的C跟G C跟G在不同的Condition之下 的比較 來你可以看喔 如果C等於1G等於1的話 你畫出來幾乎是個圓 對不對 如果C等於1G等於5的話 他分割邊界是不是變複雜了 C等於1G等於25的時候 是不是又變得更複雜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 這裡是 這個軸是不同的G 不同的G效果很明顯的 對不對 那 上中下分別是不同的C C就是我的Cost 對不對 做一件事情喔 當你的Cost 你對於這個來講 他是不是畫得又更圓呢 Cost如果大的話 代表你不接受他分類錯誤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 如果你投影你的 你的你的G 我們我們來設一個好了 G如果 G如果數字很小的時候 我們這邊改一下好了 G如果數字 欸我這邊 欸這裡 這裡 G如果數字很小的時候 如果小到甚至是0的時候 他就會線性 G如果是0的時候線性 線性的時候 如果你C設的很大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完美分割 他Performance可能就會變差 這樣大家知道C跟G的重要性了 好那我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你現在 呃今天 我們上課上到這裡 就算你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C跟G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好 就是 在support vector machine裡面 C跟G就是兩個很重要的超參數 如果你選擇了 如果你選擇這一個kernal function 那原則上 最推薦的那個kernal function就是他了 因為你在事前 你的sample 你絕對不可能知道 你的x跟y的觀點性是什麼 除非你是物理學家 對不對 除非你今天搞的數據 不是醫學數據 因為醫學數據 至今為止也沒有人能夠講得出來 年齡跟死亡率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是一個幾次試 沒有人講出來 所以說 你如果都已經要用特徵工程了 能夠做無限多位的特徵工程 是不是一定比較好 可以理解吧 所以你用 radio basis cernal function一定是 通常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第二個是 你如果選擇了這個kernal function的話 c跟g的參數的調整 就非常的重要 你要去嘗試一下 那g色的太大也不好 g色的太大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可能 大概不會是你想要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g如果色的太小 他要向先行分類 所以這個數字要好好調整 好所以啊 現在請你做一個試 這個 這邊我們花十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練習 你可以直接貼後面答案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 你要在不同的c跟不同的g下面做 做這個 做這個 就是比較 然後看看最後的結果 performance怎麼樣 好那我們現在把時間 交給你們好不好 等一下啊 媽這個就壞了 啊那...